这个好莱坞影星李奥纳多迪卡皮尤主演的电影《华尔街之狼》 这个大骗子的情节在台湾真实上演了 这间号称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假装说他有什么先进生医器材 宣称跟欧盟百年医疗器材大厂合作 还跟什么宏都拉斯签署跨国医疗合作备忘录哦 这个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亮眼 但是呢一切都是gay 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厂房 这个负责人出售未上市股票诈骗近十亿元 凌晨天刚亮戴着墨镜口罩离开台北地检署 他就是赵梁科技负责人夺许亮的空姐妻子林美云 出体打扮可不低调 拿着十一万爱马仕名牌包遮脸 而会计于聂云离开时竟然还伸手企图剥掉记者手机 态度相当恶劣 检调发现赵梁科技涉嫌出售未上市股票诈骗近十亿元 俨然是台版华尔街之狼 林奥纳多在电影里头靠着流利口才 贩售未上市股票 年纪轻轻就赚进大把钞票 电影情节在台湾正式上演 今年的DBS我们预估有机会上看六块 画出医疗跨国合作的完美蓝图 西装笔挺沉稳台风 骗取股东信任 2011年开始找来金主出资两百万虚设照良公司 在陆续虚伪增资到三亿元 常常在高档饭店举办法说会 匡称拥有先进的生衣器材和材料开发技术 公司前景看好 已经和欧盟百年大厂策略合作 还和北京军系三甲医院接触 可抢食十亿人民币商机 近期和宏都拉斯医疗专案签署 五亿欧元跨国性医疗合作备忘录 挂大饼骗投资人掏出钞票 购买未上市股票 罗许亮的手法和电影华尔街之狼 相当雷同 都是用话术推销高风险未上市股票 理念都是倾销垃圾股票给一般民众 骗局遭员工试破 向检调单位检举罗许亮的种种恶行遭揭露 只是人还在奥地利 还得等他回国说明清楚 究竟有多少投资人受害 才能厘清全案原貌 记者刘世伟温三台北匆报道